终于来到开封了 北宋的汴凉城 东京也是富贵迷人眼 那我们就先吃一个有富贵感的豌豆黄 这种甜是杏仁心脾的甜 这个是炒凉粉 炒凉粉最重要就是要油多 这个油够多 传统烧鸡 我发现开封人很爱吃鸡 斗鸡烧鸡桶子鸡 鸡胸肉最难入味 最容易柴的 人家做的很好吃 油香油香的 这个锅贴首先在仪式上就已经满满当当的了 看到没 非常的脆 这个口味也是最经典的 九黄大肉馅 在赫南河塘 那是每个城市必须喝的 开封河 罗阳河 郑州椰河 这个叫做黄门小黄鱼 这个汤不输洛阳的水席 好喝 就有花椒让我很震惊 这个是开封的胡白菜 里面有虾 有鱿鱿鱼 然后黏黏糊 但没想到有这么大一份 白菜这一辈子没想过 有一天可以做成这样的好吃的东西 来到开封必须吃正宗的KFC开封菜 最硬核的早餐 羊霜肠 你确定食物这么多吗 吃法呢 是要加这个羊油辣椒 加自然粉 我是没想到 这是食物的料相当的多 还送了两块 这个馍 作为祖籍山东的我来讲 这个简直太对我的胃口了 来到了开封的西斯夜市 走 一只脚一只脚 费老板的一个红薯泥 开封四味菜 就是有四种口味的菜在里面 简单直接粗暴的好吃 进行 我们一起吃 每个小只监看 我吃到了 每个小只的一个小只监看 你吃了 一只叫配 一只小只监 一只装俩 了 简单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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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